爱奇艺泡泡社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范重诚 我觉得偶像练习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然后去证明自己的机会吧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 偶像这个东西就 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帅的那种 然后呢 我就一开始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然后所以我才选择了这条道路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 说实话唱歌和跳舞 都不是特别是拿手的事情 然后就从零开始 然后呢学习到了现在 我觉得偶像这个东西 是能给人带来开心和快乐吧 然后就是能把正能量的一面 分享给大家 肯定这个梦 肯定会是有压力的 那既然我选择了这条道路 那我觉得我就有义务 就是对得起我喜欢过我的人 然后呢 也有义务 又对得起我的家人 然后所以我肯定会努力走下去了 其实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就蛮没有自信的 就是怕大家可能会不喜欢我 或者是觉得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可能真的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吧 因为第一期的时候大家都在比谁的感觉眼神比较狠啊 比谁的气场比较强 然后可能大家就下意识地就蛮凶的抖 然后就蛮高冷的 然后后来大家熟了以后可能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了 会有就前几期的时候 然后上程骁老师和周杰雄老师的课的时候 就舞蹈这方面说实话还是蛮 就是和别人比起来的话会可能弱一些 然后就我希望能够就是在这个节目里多多学习 然后开始的时候也是老师给我蛮多批评的 就说我的表情的问题啊 然后之类的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放开了一切就好了 我希望你能找我爱你 他是站在顶端的人 就是得实话实说他确实劲儿有点大 你得不得不站在首位啊 他的形象跟他的力量好像有点不太符合 他近就莫名其妙地大 呃 鱼琴果吧 团亲 谁啊 他们太脏了 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真的 拉倒吧 他哪里有洁癖啊 但凡他有一点洁癖 他也不可能乱是那个样子 他根本就没有洁癖好吧 他自己瞎说 就是你抬门的顺座 就是不想来从哪里下去 就是踩着衣服的尸体过去 什么都有 吃啊喝啊 衣服什么都是 八成都是他丢的 他自己乱 还说别人 我是个有洁癖的人 我发现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可能会 偏向于这样的类型 而且大家的说实话 心底底的故事都蛮多了 其实都想倾诉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说那何不把这首歌改变一下 然后呢去用我们的方式演绎出来 我的话我平常就会去找杰哥啊 小鬼他们 然后就是探讨吧 其实聊天也有 然后我们也就说一些专业上的问题 然后他们也会教我蛮多的 我在海外的时候就蛮控制自己饮食的 然后可能来了就有点放飞自我了吧 就没好吃的嘴馋呗 说实话 像姐姐又像领导 就感觉还是有一种气场在吧 就每次都会教我很多东西 然后呢也是平常也会怼对我 我觉得凡事多尝试一些 不是一个坏处吧 对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 也很OK 特想演古装剧 想演个 想演个那种皇上那种 那种感觉的 所有的全民制作人们 还有我的成兴们 然后这段时间还是 一直有在说 就是辛苦你们给我投票 然后也辛苦你们每天 休息那么晚 然后为了我 然后呢去付出努力 然后我希望 天气太冷了吧 我觉得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都感冒了 然后我希望你们也能 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吧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高冷帅可爱 最近嘛 鱼豆腐饭团还有蟹棒 减肥 我就想可能会尝试一些别的东西吧 但我还没有想好是什么 我想画出来神奇宝贝 让神奇宝贝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次 就很帅 有小时候做过很多这种梦 付出这类梦 有啊 就不凡我 董元磊还有 月月也是山东人吧 不会 我们都蛮 普通话还没有 普通话还蛮标准的 哈哈 武则天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不要不要 小智 全奇宝贝的 瘦二十斤 就是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 然后非常难安详 然后呢 如果要是 就是有烦恼的话 就可以去热闹的街道上 然后去 你就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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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呢 带着我的爸妈 还有我的姐姐 还有我的姐夫 哈哈 就开开心心的 过后每一天就好了 对